海棠红台为台南带来大量的河水 整个的所在造成淫水进行 其实对台南的滴水也是一项大抗严 有过去到来这一期市场淋来 到立大并的经费来的滴水 是哪个淫水淫加这么严重 他们去到立立的讨论 因此市府就在理合上五来到开到记者会 由到市府秘书长李某彦主席 占对经费和淫水原因定问题来一次说明 海棠红台已经完理 不过在台南这个二大幽丸市收音去讨论 因为就有多次这期市场落成到 在林来当日253亿经费来滴水 为什么这次洪台起来 也是淫水到这么严重 所以为了给国家和民众 清楚了解经责的滴水总控 市府在于合上五条开机家会 又到市府秘书长李某彦主席 占对受到整个台南市的滴水经费 来做一个完整的算命 这里有一个误解就是说 其实是或并不是市长 这任内的经费的移注 其实是从1995年 这个陈水扁总统那时候开始 等于过去12年来 那么台南市争取中央的治水经费 总共是230几亿 但是呢 真正这230几亿里面 真正已经执行完成的 因为还有部分 后面的部分才还在设计 发包施工 最近已经执行完成的是201亿 所以可能昨天 记者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市长一下子 觉得怎么会有253 事实上真正 从过去95年开始 这十几年来 十二年来 真正已经执行完成的治水 是201亿 市府罪理交通了公布 过方的所谓 港市团队另外一个 外团现定的市长 占星庭 也接受媒体讨问 对这个经济再一次 来表达他的看法 十二年来 中央在台南市的治水情况 到底总共通过了多少经费 到目前为止 执行了多少经费 成效如何 一并公布 让大家讨论 避免用错误的数字 在检讨批评的时候 其实对台南市 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这次红台应去得出淹水 不过企乎罪理交通彭少博 也在现场进行干部 表示台南国区的治水工程 其实都已经渐渐有好够 只是这次红台的 互联是超过厚厚的标准 希望市民可以了解 也会继续努力 早一天来完成经济 接下来孟姿庄细成 启晋库 彩虹伯德